今天是大年初三 可以看到目前国道部分的路段已经出现了拥塞的情况 尤其是在南下国道系统自爆了出现塞车潮 那么国道三号三英到三英哥的南下路段呢 一度出现了时速只有19公里的情况 那么同样在国道一号到竹北南向的时速也只有19公里 那么另外国五也出现了车潮 尤其是南港系统到时定 每小时车速更只有16公里 那么南部地区呢国道十号人武到燕潮 东向路段也出现了车潮 一度车速不到18公里 非常的卡 那么因为车流非常的多 高工局也将在下午实施高承载管制 我们来听一下访问 下午来讲的话呢 因为有部分提前北反的一个车流呢 所以呢 虽然说我们下午一点到晚上六点 会实施高承载管制 但是我们预估呢 国一从大概从云林 彰化台中 苗栗直到新竹呢 这几个县市的路段呢 还有国三从南投到这个苗栗 以及新竹桃源这几个地区的路段 可能会出现车庸的状况 好那么初三因为是好天气 又搭上回港潮 国道是最庸塞的一天 那么国一国三级国五下午将实施 北上高承载管制 也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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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